為期近三個月的澎湖花火節 在昨天晚上閉幕 湧入了兩萬人到場欣賞 除了邀請歌手這粒演唱 更有700架無人機深空展演 以及700發了煙火施放 讓遊客看得相當過癮 炫爛煙火一發接著一發 排列出多種組合 即使夜空飄著雨 煙火綻放出的七彩光芒 也顯得格外美麗 大朋友小朋友仰望夜空 欣賞2024澎湖花火節 最後一場演出 在700架無人機深空展演 和700發煙火的施放下 圓滿落幕 今年的花火節 結合日本動漫航海王為主題 30號晚上的閉幕場 還特地邀請動漫歌手等人 輪番演唱 炒熱現場氣氛 王年花火節都是到6月底 今年首度再延長一個月 閉幕場次更有入兩萬人 一同欣賞 雖然這回花火節閉幕場 在雨中度過 但仍交不惜眾人的興致 明年花火節還有哪些精彩演出 也讓不少人相當期待 這則澎湖綜合報導